英国广播公司BBC 1997年 香港人只有四分之一会讲普通话 如今 主权移交已经二十年后 说普通话的人口增加了一倍 多数是年轻人 不过 仍有不少民众抗拒普通话 主要原因是为了守护香港特有的地方文化 以及港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 香港端传媒 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年来 香港民众对政府满意度 从97年的42.7% 大跌到去年的24.6% 民众的集会游行次数 也从1100次左右 暴增到去年超过13000次 香港的人均GDP虽然增长68% 但是贫富差距也创50年新高 英国路透社 英国在20年前将香港主权交给中共政权 尽管中共宣称采取一国两制 但香港的民主自由却每下愈况 外交大臣约翰逊表示 英国希望香港的民主未来能有更多的进展 直到发展成为完全民主化的责任政治体系 台湾联合报 香港中文大学公布最新民调 发现约有四成香港人有移民的打算 最多人希望移民到台湾 比率达16.3% 其次是澳洲和加拿大 想移民台湾的香港人便及各年龄层 年轻人想到台湾创业 退休人士则想到台湾过安稳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